我自己講一個小感應好了 反正我吃完飯加持以後 這個中午的時間 我都要休息一下 那就休息 那閉幕養神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一個聲音 應該起來 應該起來 趕快去做附魔超度 叫我起來做附魔超度 我眼睛張開 我一看周邊都沒有人 只有姚子金母的像 嘴巴是張開 畫在那裡的像 她既然叫我起床 當然我跟她講的話 我當然是聽得懂 我是聽得懂 她講的是天意 講的是天意 講的是天意 我還會想講 我看我會想知道 她講的是天意